嗨 大家好 我是碧碧老师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月的主题分享 那这个月我们要分享什么呢 是有关于音乐检定 在老师小时候那个年代 就是比较常听过的检定 就是像YAMAHA啦 YAMAHA他们的检定考试 那现在在台湾比较常听到的 可能就是皇家音乐检定 或者这几年蛮多人在考的 那个国际钢琴检定 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情商 他们还是有陆续在举办这些 他们自己的检定的机构 那我常常遇到家长都会询问说 老师我们要准备哪一家检定考试呢 那我通常会比较推崇两个检定机构 就是皇家音乐学院的 还有一个是国际钢琴检定 那刚才有提到比较推荐国际型的检定 就是英国皇家音乐院所办的检定机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际钢琴检定 这两间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您的孩子在未来 他有可能是出国念书 他有可能呢 需要这样的证书来帮助他们 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升学 那我们今天就来比较这两间国际检定机构 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 先来提到英国皇家音乐院 他们呢举办了这个检定机构 那这个检定机构就是隶属于他们这间学校的 所以在经济层面来看 他们呢就是需要买他们的教材 从他们的口试等等所有 包括月礼都要用他们的教材 然后你要习惯这些的英文考题的方式 所以在经济面上面的话 他们的教材还算是不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去买他们的教材的话 对你们你的考试是还蛮有帮助 因为你可以做很多很多考古题的练习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就是网路上啊或者去他们的 英国皇家的这些网站都可以买得到这些 他们所谓他们自己出版的教材 那刚刚还提到经济层面的考量 那如果是国际钢琴检定的话 他们使用的教材就没有一定有限定 你要用哪一个月礼教材 因为你老师呢所有的月礼 我们教出来的月礼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老师可以用自己比较惯用的月礼的教本 然后来帮学生上课 来做这样子的练习 然后但是他们也有出一个 考试题本也是考古题 所以这个也是从他们的网站上面去订购 要要记得所有的这些教材呢 都不可以去copy 不可以去复印它 因为这都是会有版权的 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除了国外的升学考试有帮助以外呢 那在台湾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是家长最常会问到的这个部分 那在台湾如果你今天是要升大学啦 那小朋友在高中的时候他可以去考这个检定 那你这个证书呢有助于你在108课纲的时候 这两家都是会有帮助的 那老师来分享几个例子 就是我以前有几个学生 他们都是成人大人的大学生 那其中有一个呢他是香港人 他是从小在香港长大 那他从小在香港都是考英国皇家体系的 这个这个检定系统 那他后来在来到台湾 来台湾念台北医学大学的时候 他是念那个呼吸治疗相关的 对一些像包括像职能治疗这类的 所以他想要大学毕业后呢 想要去英国念音乐治疗 这个这样子的研究所 那所以他在台湾毕业呢 就是有这个医学背景的文凭 但是他去考音乐治疗 他还是需要一个音乐的能力证明 所以他去考了国际钢琴检定 他没有去考皇家音乐检定 所以他想说可以试试看 换一个检定机构试试看 那他就考了八级那时候辅导他考八级 国际检定跟英国皇家都是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级就是最高级的 那当然他们还有在演奏级有在上去啊 那他那时候学校的要求就是说 你可以拿到八级的检定 然后可以去报考他们的学校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 那很幸运的呢 他也找到了当时 帮他评分的 就是检定评分的这一位教授 这个教授他们呢 都是从国外来的一些钢琴家 他就请他呢写个推荐信 写到英国去 那他就很顺利的考上这个学校 英国皇家呢跟国际钢琴检定 他们所聘起来的教授 以前以往实体的时候 通常都是国外的钢琴家 国外的教授们这样子 那家长现在就会问啊 就说老师那近几年的疫情 有没有受到影响 在这个检定考试的部分 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就变成蛮多学生 他们开始跟我要求说 老师我想要试试看英国皇家 剪定考试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改成线上考试 怎么样线上考试 就是你可以录影片 四首曲子 总共四首曲子 你把它录完整来 那他一开始前面也会要求你讲一些 有一个制式的自我介绍 然后还包括你要介绍这些曲子 然后你要把它录完整 你就可以继续 每个月都有开放 简定考试的报名时间 我刚才现在讲的这个是 英国皇家的部分 那这个消息一推出来 哇好多学生就是 说老师我要去考英国皇家 因为只要四首曲子 不用音阶 那要不要月理呢 他们是六级开始才需要月理的 减负这个月理的证明 才要去考月理这样子 那如果是国际检定呢 目前呢还是实体的考试 他们在疫情上没有改变这样子的规则 差别是在于说他们的评分老师 是没有办法从国外请来嘛 所以现在还 呃 现在是就是 邀请了就是 台湾的一些钢琴家 钢琴老师来做评分 那国际检定呢 目前呢是还是要考英阶的哦 那他们的月理是五级以上 如果你今天的钢琴五级以上 你就要减负他们的 呃 乐理的能力 对就要负上乐理的能力 他才会呃 发给你钢琴的证书 那通常就是往下两个级数 如果你今天考的是五级钢琴 你的乐理就是要准备到三级 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参考看看 那曲目方面呢 我现在手上刚好有拿了一本给大家参考 来看看这边是写2022年到2024年 这是国际钢琴检定的部分 你看这是一到四级 他还有五到六级 然后七级八级都有 那这个教材要上完 上网自己到他们的官网订购 好那这个呢 2022 2023 2024 总共这几年呢 你在这一本曲本里面 适用于这个年份 如果你超过了 到2025年了 这个曲本就不能再用 他们会再推出一些新的 新的曲目 那如果是皇家音乐签订呢 那如果是皇家音乐签订呢 他们的年份 现在是2021到2022年 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个2022年的曲本 你要在今年12月以前 赶快考过 赶快准备 然后并且参加考试 如果到2023年开始 他们会重新再换一套曲目 对 这个就是他们两家的曲目的部分 那要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个蛮重要的经验 就是我的学生呢 如果是在准备皇家音乐学院的话 老师其实是可以帮学生来做录影 学生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录影 但是要小心哦 要记得几件事情提醒大家 就是录影其实感觉好像很容易 其实你只要错一颗音 你就可能要再从头开始录 你可能讲错话 你就要再从头开始录了 所以录影其实也不是很简单 你要练到非常非常的熟练 然后如果你在家里不方便 可能家里有养小狗啦 或者家里有其他的家人在走动啦 一发出一点声音 你可能又得重录了 这样子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在家不方便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借一些可以提供租倾房的场地 那你现在有些租倾房 布置的美美的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租借啊 但是都一定要先询问你租借的这个地方呢 他们的比较空档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左右都会隔壁情房 会有一些声响 所以你在录影的时候 可能会录到隔壁情房一点点声音 所以还是要先询问好 不要想说我就直接来租个情房 就觉得可以录了 这点这个部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说哇花了时间了 又录这么久了 结果 哇录到外面有小孩在奔跑 或者录到隔壁情房有声音 这样就蛮可惜的 如果要问我说 老师到底哪一间简订比较好呢 其实对老师人也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都是鼓励学生有一个短期的目标 然后获得一些成就感 所以都还蛮推荐 这两间都还蛮推荐学生可以参加的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我换了一间情房了 因为那间情房呢 有学生要上课了 所以我被学生们赶出来到这一间 一样可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好那如果还有对任何音乐简订呢 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我没有补充到的 都可以来我们的官网来做询问 或可以在我们的FB下面留言 那很欢迎大家就是多多来看我的这个YouTube的频道 那我每个月都会分享一个主题 有什么疑问要问的 都可以写讯息来给我 好那今天的主题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